过年了 过年了 农的传人过农年 很多人过年期间最大的一个期望就是压岁钱 当然现在不光是小孩要压岁钱呢 成人们也盼着红包啊 随便什么人给个红包多好啊 而且这个红包呢 一点点在增大啊 越变越厚 越变越大 这让人感觉到压力有点巨大了 压力山大 而广东人的一股侵流 确实有必要向全国人民推广 广东人发红包基本上不超过十块钱 我记得这个有一年我到过深圳的一家公司 人家这个从楼下到楼上全部在排队 准备去领红包 实际上这红包有多大呢 就一块钱 一块钱的红包 全公司的人几百号人排队去领 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 很快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网上流行 曾经流行过发那种 为了几分几毛钱抢红包的那种热情啊 今天可能看不到了 但是确实应该倡导这样的一种风气 发红包就是图个乐呵 不是真的为了多少钱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响应这样的号召 大家一起来倡议 发红包就发十块钱 发多了也别发 如果能十块钱 一百个人抢 也值得抢 也应该抢 几分钱的奖励 也不要嫌少 review and 剪达